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3月26日 已經是星期二了 有一句說話叫做 童油情 就是裝童油 是不是 屍尤樽永遠都裝不了XO 這句說話其實是適合一半 不適合一半 不過 在鄧炳強身上 其實是百分百吻合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上電台節目就說 香港經歷了26年 已經艱辛了 才能夠完成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 為香港帶來更加穩定的環境 不過香港只是刪好門窗 外部勢力就想爬進來盜竊 所以抹黑是必然的 當局會繼續解說 外國勢力真的想爬進來盜竊 不是 是你想外國勢力進來的 他們是不是來盜竊就不知道 但是現在 你們好恨外國勢力進來的 是不是 不如這樣吧 如果你們不恨外國勢力進來的話 或者你 解定 所有的外國勢力 外部勢力都是進來 爬竊的話 你應該將所有 在香港的花旗 美銀 高盛 大摩 得意志 那些外資全部趕走 是不是 不是吧 你們好像很想人家來投資 剛剛 沙特阿拉伯王室也說投資了5億美金 這些不是外部勢力是什麼 不是 他們來投資的嘛 怎麼跟你們啊 投資的就來 說兩句人話的就不准來 好了 被問到會不會擔心立法之後 引起其他國家要求關閉香港駐當地的經貿辦呢 甚至對本港官員實施制裁呢 鄧炳強 自然 我是被外國制裁的人版 被長時間制裁仍然無村無難 如果有國家要關閉香港駐當地的經貿辦 最終都是相關國家的利益上選 形容 是很蠢的決定 不是 似乎 人家關閉你的經貿辦 是你的損失而已 人家一點損失也沒有 是不是 大家知不知道 鄧炳強說甚麼 始終黑警就是黑警 你知不知道香港是靠甚麼賺錢的 香港自己沒有出產的 香港沒有石油的 香港也沒有天然之餘 靠的 就是扯皮條 香港從來 是兩個中心 第一個 東南亞 黑社會 獨囂 獨裁者洗黑錢中心 第二 就是 歐洲 美國 先進文明發達國家 向一些第三世界買東西的扯皮條 說穿了 你的經貿辦 就是扯皮條的窗口 就是扯皮條的office 是不是 你沒有這個龜公在 你沒有地方在做龜公 哪裏有份給你斜皮條 什麼時候輪到你做的生意 中間的角色就是 牽穿針引線 踏下路 我手上 有40條女 每晚就可以幫你打骨 再深入一點 那些就不說了 40條女 我們這邊有很多人 我們需要500條 有沒有 每個收回多少錢 每個收50元 那麼發財 500個50元 可不可以收便宜一點 好 我收你10元 500個收你10元 5000元 那就賺了5000元 5000元 可以在唐西買一塊樓 買個Number 這就是香港以往做的生意 這就是香港以往做的生意 慢慢的 香港也做到導彈 賣晶片等等 你 你的經貿辦在當地做甚麼生意 你香港 大把錢真的要投資人家國家嗎 你人家國家有甚麼幫助呢 沒有的 主要經貿辦就是促成你香港去撩生意 去拗生意 你們是拗爛腳 你們是爬仔 你們是扯皮條 當人家不讓你害得扯皮條的時候 誰會損失 你不讓我害得扯皮條是你的損失 誰會損失 所以黑社會就是黑社會 黑警就是黑警 他們想的事情太單純 屬於這些單細胞生物 對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譴責23條立法的恐嚇 騷擾 以及 限制美國公民和香港言論 市民的言論自由等等 鄧炳強說 法例的條文 列明會保障市民的自由 其實 跟中國的法律說是為人民服務一樣的 為人民服務 怎麼服務 總之你不要問 我就是為人民服務的 誰選你出來的 人民選我出來的 別問 我是人民選出來的 你不是 你沒有資格說話 所以中國就是這樣的情況 以前大陸有些友誼商店 友誼商店是做甚麼的呢 主要是 騙貴人 其實就是因為 因為當時中國 又不能夠百分百三 關閉國門 那時候又要跟美國人搞很多關係 因為蘇聯說要用核彈 要用核彈核平北京 所以 毛澤東就趕快去找美國人 以 美國制行蘇聯 所以他們就要成立一些 友誼商店 讓美國人來看的時候 做一個示範單位 騙貴人 看看我們國家有多欣賞 友誼商店裏面那些 基本上 他們是不會服務你一般的藝民的 有人去到友誼商店買東西的時候 那些服務員不理他 那些服務員好像每個江青的嘴唸 我甚麼都不知道 然後問他 你有沒有搞錯 我是人民來的 你不是為人民服務嗎 江青的口吻的服務員 我是為人民服務的 不是為你服務的 一個服務員 他也有能力判斷 你是不是人民 你當然不是人民 誰是人民 是由黨作主的 不是由你人民作主的 正如 大陸的殘疾人 你要出事殘疾症 要不然你就不可以用有殘疾人的優惠 沒有了兩隻手都不是殘疾人 總之你有殘疾人 你才是殘疾人 你無論有沒有手腳 你也是 你也不是殘疾人 你要有殘疾症才是 這個就是中國邏輯 對於鄧炳強說法 他說條文會保護香港市民 現在連一個普通色籌也保護不到 即時 應該是昨天放監的 現在不可以放了 鄧炳強強調 基本法 以及港區國安法的保障如出一次 強調香港是有法例維護國家安全 市民可以安全表達意見 是嗎 好像不行 我想跟大家說 鄧炳強的說法 其實是很有邏輯問題的 他說他是人版 被外國制裁了很多年 長時間 有多長時間 不是很長時間 是不是 他也沒有穿沒有爛 這個說法很好笑 因為人家美國 他制裁的力度很弱 他只是不准簽證你 不准你去美國旅行 然後 就是 不准銀行跟你做生意 銀行我知道啦 中國銀行偷偷幫你開戶口 例如林鄭月娥 例如李家超 中國銀行也是偷偷幫你開戶口的 其實美國人 根本就是一隻瓦開一隻銀幣 要踩上來 立即停你中國銀行 我看你 立即跪在這裏求美國 對不起 對不起 可不可以給一次機會 美國人 實際上 他把這個制裁的力度很低 為甚麼 因為 因為 有部份的人 他們把香港的地位擺在野門 胡賽武裝 中東的部分恐怖分子 差不多同級 不過 他還沒有去到 是 賜養一點 為甚麼 因為如果美國 把你鄧炳強 列為 好似 伊朗姓成呂的指揮官 蘇來曼尼 那樣的級數 你就有得震 沒得睡 為甚麼 因為美國可以用地獄火 剪下來你的車 你放心吧 你的司機不會有事的 他不會濫散無辜的 只是殺你一個 把你剪成碎片 而你的司機沒事 是不是 又或者 連你的司機一拼堆 整架車 就變成 一堆廢鐵 是不是 這些 美國人如果是去到那個級數的制裁 你不要牙瘋斬斬 甚麼是沒有穿沒有爛 你想有穿有爛 很容易 你向美國申請 又或者 我給你一個建議 你想試一試 美國的制裁有沒有效呢 其實現在這樣沒有用 你 一個人 不要打算帶隊 當然啦 如果帶隊 你帶幾百人 我也不怕 你帶幾百人 衝進去花園道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是不是 最好就是帶槍 看看會不會把你打到成蜜蜂鬥 雖然裡面的武力不是很強 我怎麼也有幾十人的武裝部隊在這裏 據說每一個 領事館裡面都有對海豹的幾十人 實有的 最好就是沒有人帶槍衝進去 看看會不會怎樣 又或者你一條去自首 向美國自首是我 就是你們制裁的鄧炳強 我們自首的 看看是否可以 你不要牙斬斬斬才行 你在安全的地方之下 在那裏說美國制裁對我沒有效 你躲在香港當然是沒有效啦 你試試在其他地方旅行 看看是否可以 你買一張機票 強闖美國 當然 航空公司首先會 跟你說 鄧先生 你好像沒有美國簽證 我們不可以讓你上飛機 我是誰啊 你知道我是誰啊 你知道我是誰啊 你可以兇走地勤的 當你下飛機的時候 就會有執法人員把你帶走 你就試一下吧 你也沒試過 什麼叫做沒有穿沒有爛 說完這些都很浪費 我們一直以來 都認為美國老實就是太溫和 因為他們限於那種制裁的力度 都是屬於經濟方面 入境簽證 不如你自己申請 不如你自己申請 不如我們級數跟伊朗的蘇萊曼尼一樣 你看看可以不可以 不如你試一下吧 看看有沒有機會 當你蘇萊曼尼這樣制裁 我覺得 這個世界 千萬不要妄置你 你有機會的 你不要以為你沒有機會 絕對 有機會的 那麼我們 都會努力 盡量幫你 提升你的地位 跟蘇萊曼尼的地位一樣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港局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可以進行嗎 其實… 不需要這樣 幫助一下 我們首先不需要 我們也會進行 去 我們先進行 來 這裡